大家好,我是金銀利隼鏗Henry 這個頻道逢星期一的金市快報 就會提供一個最短時間和最精靜的內容 為各位投資者提供一個黃金後市分析和買賣策略 喜歡又幫到手的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繼續馬後炮 上星期金仔整體表現雖然弱了些 但實際上是符合我們預期的 星期一跌到最低1890 之後出現了急速V型反彈 去到星期四曾經上升1949 今個星期相信繼續會震盪的機會很高 星期一那晚厲害了 我在1890到1900附近 叫了很多朋友、同事、親戚買了很多金 他們在這個位置買完之後 我覺得贏的機會很大 上星期二烏鵝局勢出現了一個較好的訊號 就是雙方談判取得一定的進展 俄羅斯代表團團長梅津斯基就說 俄方收到烏方的書面建議 包括烏克蘭宣佈成為國際法律保障下的永久中立 不結盟又沒有核武的國家 烏克蘭甚至放棄加入軍事聯盟 不在其領土上設立外國軍事基地和外國駐軍 同一時間俄羅斯又作出讓步 表示不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 並且表示存在安排兩國元首會面 並簽署協議的可能 我都不知道這樣叫讓步嗎 讓他們入歐盟是否也是讓步 在雙方談判之後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 為了下階段談判出得更有力的條件 決定大幅減死烏克蘭首都基庫和北部城市 切爾尼戈夫的軍事行動 但強調不是停火 這樣也不叫停火 又拿回炸沙 不打你就不打 講完軍事 現在就講經濟層面 上星期四美國公佈了衡量通脹指標之一 二月的核心PCE物價指數 按年錄得增長5.4% 又再創83年以來最高 反應通脹還是高企 第二日星期五公佈的三月 非農職業數據 增加了43.1萬人 雖然比市場預測少了 但也是一個幾里想的增幅 同一時間 三月的失業率較二月下降了0.2% 錄得3.6% 這個數值是疫情爆發以來的新低 好了 綜合通脹和就業市場這兩方面 反映美國的經濟復甦 持續看好 市場認為美聯儲5月加息50個點子的機會 是大於25個點子 暫時這一刻為止 根據CME的美聯儲觀察工具 市場認為美聯儲5月加息50個點子的機會 是有七成半的 甚至6月加息50個點子是有六成機會 在這裡我想說一說 兩年債息和十年的債息 出現了曲線的知識倒掛 正常短期債息會比長期債息為少 倒掛的意思是他們兩個調轉了 即是短息高於長息 原因是投資者覺得未來通脹會放緩 以及經濟增長會轉弱 所以就投資長年期債券 以追求高息的回報 這個行為令到債券的價錢上升 債息就會下降 而短期債券又需要用到教育利息 去吸引投資者 債息就會出現倒掛 知識需要倒掛一段長時間 通常三個月才會成為一個比較準確的指標 本身市場是十年債息是加減息的重要指標 亦都是投資回報的參考 美國知識倒掛可以是經濟需要的先兆 目前經濟前景並不明朗 由於美聯儲未來一段時間 加息就會無可避免 烏鵝戰士開始緩和 這兩點似乎對金價造成一個較大壓力 不過現在全球的通脹暫時高到一個點 短期內我都看不到這些原因可以改善到 這一點反而又會利好金仔 看B一邊力量大一點 我個人認為金市這段時間可能會看淡一點 最後我們用技術層面分析金價走勢 金價在上星期二最低跌到1890 跌穿之前的低位1895 但其後迅速做了V型的反彈 這是幾明顯的假突破 不過因為基本因素似乎都是利淡金仔 所以今個星期我覺得震盪 或者看淡一點機會會大一點 今個星期我們依然靠近1900元買星 40至50元以下可以沽空或者觀望也可以 想知道債息如何計算和債息如何影響金價 看回我這條片 分析金價除了要認識基本因素之外 也要認識圖形分析 想看回新手的圖形價學 大家可以看回我這條playlist